青年黃一輩與周月慶大學時 因家庭經濟狀況不佳 受到南區家福中心的幫助與栽培 現在他們出社會了 都有理想工作 但是仍不忘困頓時各界的援助 讓他們度過艱困時期 現在他們有能力回饋社會 即使在忙碌 只要有需要他們就會挺身而出 大二左右參加家福的一個吊桿的計畫 那後面也就是有抱著一個說 我當時也接受家福的幫助快要十年了 所以我就留下來繼續參與這個後續的志工活動 那參加到現在快將近六年的時間了 我覺得改變我最多的應該是心態吧 就是以前我可能會覺得貧窮是一件 不太能說出去的事情 就是是一件自卑的事情 最好不要告訴大家 但是在進入這裡之後我才發現 其實我就只是一個需要被幫助的人 那現在剛好有一個可以幫助我的單位 我只需要好好感謝這個單位給我的所有的幫助 經過社工老師鼓勵及陪伴下 家福中心不單只是提供金錢的援助 也給予技能輔導讓受助者最後能走出來體會助人的快樂 可能資源上比較少 沒有人可以來去陪伴孩子們去看見自己對於未來的規劃 因為脫貧不是完全的等待別人的協助 而是我們期待培育孩子家長他們有這樣的能量 可以用自己長期的力量去改變自己生活上面的需求 那他們在這些活動中就有一些感觸 覺得說可以為了共同的目標去努力 然後他們覺得很有意義 然後內心也很有成就感 青年義工回到家福捐贈面膜 同時協力原油會的義賣以此回饋家福 不僅參與攝攤也幫忙線上直播推廣 希望讓這份愛延續下去 人間威視五擁許高雄採訪報導